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超级简单的家常饼 再卷和我刚做好的韭菜土豆丝 特别的好吃 如果您喜欢,就赶快给我做起来吧 盘中倒入300克普通面粉 先用100克热水和面,边倒边搅拌 先用热水烫一下面 这样烙出的饼凉了也不会硬 再加入100克凉水 继续搅拌 搅拌至大面虚状 下手揉成团 大略揉几下,揉成一个粗糙的面团 盖上盖子,先饧面10分钟 10分钟到,面团的表面撒少许的面粉 再次给它揉均匀 这个面经过饧10分钟,就变得不那么粘手了 同样揉几下即可 盖上盖子,饧面20分钟 按板上撒少许的面粉 拿出饧好的面团 不用搓揉,直接整理成长条状 下成大小均匀的四个等分 拿过一个面剂,直接按压扁 擀成长条状 擀成这样的长条状 表面均匀的涂抹成一层油酥 然后从一侧叠起来 竖过来,表面再薄薄涂抹一层油酥 然后上下两侧往中间对折 放在一边,饧面10分钟 拿过饧好的面剂,直接按压扁 擀成方形薄饼状 两面都要擀,这样层次更加均匀 擀成厚度为0.3厘米左右的薄饼状即可 平底锅预热,刷少许的底油 放入擀好的饼皮 表面也刷一层薄油,锁住里面的水分 烙至饼的表面鼓起,翻一个面 烙至饼的表面再次鼓起,再次翻面 烙至饼的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即可出锅,全程大约需要2分钟 烙好的饼直接从中间切开 看一下这小包层,层次特别分明 这是我刚刚炒好的韭菜土豆丝 拿半张大饼,夹上土豆丝 今天中午的减肥计划又泡汤了 嗯,味道超级赞 如果你喜欢,就赶快试试吧 我是海权美食,我们明天见